8月20日原本这场比赛将是熊鹿队的决胜之战 但为了抗议种族不公 赛前熊鹿队球员做出了大赛的决定 并且态度坚决 由于熊鹿队的缺席 魔术队球员随后也离开了球场 熊鹿队官方稍后发表声明称 尽管球队提前并不知道此事 但完全同意球员的做法 并会继续支持球员的行动 之后熊鹿队的行动迅速得到了 多家NBA球队球员的支持 一名前NBA球员在一档直播节目中 用离开直播间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声援 据报道 快船 胡仁 猛龙 熊鹿都表示坚决取消赛季 这四支球队都是夺冠的大热门 一旦他们选择退赛 那么NBA也将无法正常进行 一旦本赛季剩下的季后赛取消 那么包括广告收入 版权收入和场地租赁费等等 NBA将损失多达数十亿美元 从1964年至今 NBA一共经历了六次停摆 前五次都是因为劳资纠纷 最近的一次 在2020年3月 NBA因新冠疫情停摆 而用大赛来表达对种族问题的愤怒 对警察暴力执法的抗议 还是第一次 正如芝加哥公牛队的官方推特所言 这大于篮球 在看到熊鹿罢赛之后 胡人队当家球星勒布朗·詹姆斯 更新了一条推特表示 我们要求改变 真是烦透了这些不公 NBA球员们的怒火被点燃 导火索就是近日发生在 威斯康星州的警察枪击黑人事件 当地时间23号下午 29岁的美国非洲裔男子 雅各布·布莱克被警察 从背后连开气枪后 受重伤导致高位截瘫 或将永远无法行走 这一事件已经引发了 基诺沙士持续多天的示威活动 据美媒报道 当地时间25号夜间至26号凌晨 数以百计的示威者无视宵禁令 在基诺沙士中心集结 一些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向警察投掷物品 警方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 一度场面混乱 人们在基诺沙士街头狂奔 不断传出枪声和尖叫